祝你好無聊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特輯 有什麼東西是外國來的 然後大海長龍 那個新加坡那個什麼 聊帆 對對對 頂太鳳是嗎 頂太鳳台灣 麥長老啊 剛開的時候 我們第一漢堡喔 已經倒了 好久 倒光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做一件事情就是 台灣的東西去到國外 它是不是也變成 國外的國外的月亮 是在國外的國外的月亮 對 好老舍喔 我是你偶像的偶像 喔 台灣的月亮去國外 有沒有變得比較遠了 所以我們今天來介紹幾家 潛藏在民間 但是在開到國外去的店 那你聽聽它的風公偉業之後 我們再來試試看 那你看看你吃完了感不夠白 那你等一下要先介紹這個 它的風公偉業 然後再介紹 然後你再試看你的感覺 會不會不一樣 我覺得很棒這個 D加KLG 你看它配色有沒有 很大毛用筋 我們現在啃的雞 我只要買這個你知道嗎 他在台中以前有一度蠻紅的 也應該是最早的 房統餐的美式炸雞 比胖老店還早 來我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哪裡 開很大的 好大間喔 台灣的都沒那麼大間 在吉隆坡 然後給你看一個更屌的 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KLG 法國 去法國開炸雞店找死 馬少兒 台灣的邦家國 馬少兒群島 太平洋的一個大國 然後他還開到南非去 賣相國際的KLG 好來吃吧 其實很胖老爹 對 以前都說他防可樂機 但實際上呢 美式炸雞其實 本來就很多不同的配方 不同的KLG 食物的LOGO很常用這種 白紅黃的配色 譬如可樂果的包裝也是 可口可樂 樂士 還蠻好吃的喔 你覺得比胖老店好就好 那我不喜歡怕我真的奶味 我就還蠻喜歡奶味的 我喜歡比較重一點的 奶 味 好下一家 三雙巧福 三雙巧福開去德林剛才 上次有 之前有上新聞 有上新聞 美國 有 他是美國派的 對他是美國派 因為他多益就百分 那我 好他開到日本去 前陣子有上新聞 日本的官網 台灣No.1 牛肉麵 你說牛肉麵好吃 改日本牛肉麵好吃 我跟你講他在日本的麵 跟台灣沒有不一樣 幾乎都一樣 台灣人去日本看到三雙巧福 他會不會去吃三雙巧福嗎 會 應該會吧 會我沒有去吃了 三雙巧福很屌 因為中央跟台灣味道一樣 國外然後就是想要 緬懷自己的家鄉的時候 緬懷 緬懷 緬懷自己的家鄉 台灣快要 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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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 三雙巧福在日本 價格有沒有一樣 120 他在日本牛肉麵賣 480 520 680日幣 170台幣 他們物價也高 共度生薪資也高 對啊 多個50塊吃到台灣味耶 為什麼日本的來台灣都很貴 欸講到UNIKURO我有一個笑話 U失戀啦 然後找A一起出去 然後就 UNIKURO 好講完了 三雙巧福的牛肉麵 牛肉是也蠻好吃的啊 所以有一種 三雙巧福的味道 那個牛肉真的有一點罐頭感 但是 聽完看有沒有比較好吃 我自己是覺得聽完沒有什麼太大的感慨 這就很都會化的東西啦 欸你看2017年有一個新聞好壞喔 網友說 三雙巧福難吃又貴 為什麼都不會倒 然後有人說了 一 用餐環境好 因為他一定有冷氣 然後品質很穩定 因為都是中央廚房 共度生只是加熱 對 說他難吃 他的牛肉麵屌打中壢八成的店 中壢要賺 好遠要賺喔 你也太可憐了吧 你先 看那個介紹 我來猜看看 我猜不猜得到 剛剛我講這個 如果你知道我真的符合你 全球有接近一千家分店 全球 喔 我知道 有在西藏的拉薩爾開店 拉薩爾 拉薩爾 再來再來再來 再來 我跟妳講 蛤 好 再下一個 你已經沒機會了 換我了 羅浮宮也有展店 看很Chill耶 他曾經登上倫敦時裝週 我選 我選85度C 日出茶汰 哇 好猛喔 這是拉薩 他現在是全球海拔最高的飲料連鎖店 酷喔 好帥喔 我們要摸了 對啊 他是從國外紅回來耶 其實台灣很多茶飲店在國外很紅 最近這幾年 像日本就很多嘛 蠻好喝的耶 蠻好喝的耶 大理也有開過這個 一下就倒了 其實蠻好喝的啊 對啊 他這一杯幾多錢 55 也還好啦 現在差不多這個價錢 現在差不多這個價錢 最後會太髒 好啦 下家下下 我要跟布丁狗聯名囉 真的耶 我都不知道 買了才知道耶 芭蕙琦你做了什麼厲害的事情 股票上市啊 對啊 我對啊 冷革命還是冷兆 沒叫 他在美國蓋中央廚房 蓋中央廚房大樓 其實芭蕙琦其實蠻好吃的啊 電視很有容量 真的假的 反正我覺得 台灣的煎餃 真的是頑虐日本大麵店 你說那個什麼王將喔 王將也是 我覺得晚上吃過 我真的吃不習慣耶 他們皮都很厚 都不好吃 對 他們都煎得很恰 沒有錯 然後都很粉粉粉的感覺 大家知道這件事嗎 八年級 他們煎餃都是自己包的 嗯 你要去罵他啊 我就不敢吃 或是那個肉液跑出來 肉液什麼意思 他什麼叫肉液 就是那個肉啊 旁邊 你在幹嘛啦 我沒有加什麼啦 你真的喜歡 你很大 對 等一下 等一下這個不要緊張 為什麼小廷有問這個問題 而且講那麼直白 房間覺得這件事很好玩 就是他的郭狗評分 基本上沒有超過四分的 我看到這個評語也超奇怪的 對 因為是他邏輯有點問題吧 跟那個紅色衣服的店員說有頭髮 然後店員回答他說 這是頭髮啊 你們不會看嗎 有頭髮耶 對啊 這是頭髮 你不會看嗎 你沒眼睛嗎 我們 我們來下一家吧 胖老爹 對我剛剛還一直說 看有趣比較好吃 那我們吃吃看哦 那你們聽一下 胖老爹的風光偉業 胖老爹也開滿久 桌店拖很快 他是這兩年爆紅 就突然有一陣子 臉書上每個人都在說 看胖老爹啊 胖老爹是從台中開始的耶 我以為是台北 好啦胖老爹 他現在是開到哪裡去呢 泰國 馬來西亞 就馬來西亞 然後你看 給你們看一下他的店 他其實就是一個貨櫃餐車 這怎麼開得比台灣還要華麗 為什麼台灣的店不會開成這樣 沒有今天我引出去 一定是譬如說某個馬來西亞人 一定是金主啊 他還把他都是引進來 我自己一直以為他是台北 他是台北開始紅的吧 哦就是台北開始紅 野球乾杯 野球乾杯的阿強 我看他 他有PO那個啊 什麼樓下開飯樓店他很開心 他超喜歡吃炸雞 什麼時候跟我拍一集 隔空漫畫 他的人生就是炸雞啤酒 威士忌 好那來吃飯老爹吧 這個跟KLG很像耶 入口那個味道就不一樣 他的肉比較濕 然後他已經沒那麼酥 辣粉嗎 然後胡椒鹽 真的是 好啦希望國雞胖可以成為另外一個台灣之光 加油加油 為什麼不買頂瓜瓜 我也沒有什麼為什麼啦 就頂瓜瓜也蠻厲害的 我記得看資料好像說1980年 就去美國洛杉磯開了 我們吃到現在 我們吃不然吃KLG胖老爹 裡面都是絲潤 可能是放涼不行 因為我們有拍過一集 冷掉的素食好不好吃 可以看這裡 好下一張 胡椒粥 這個真的是LOGO非常的鮮豔 他的 我們今天都沒有特寫食物了 要被罵要被罵了 每個都連水啊 你家隔壁都有 便當好漂亮 對他便當很漂亮 很神奇耶 而且我跟你講 我為了 我為了拍這個 前幾天有去買他的便當 因為我們為了要拍這個嘛 我就先去吃 想吃在後啊 我覺得 他便當蠻好吃的 而且很乾淨 很貴啊 比較貴了一點 那這個便當你猜多少錢 因為他滷肉飯有名嘛 所以早一開始 90 120 80以他來說這樣也是算比較貴一點 比一般四家 那你們知道我胡椒這樣開去哪裡嗎 日本 因為他剛剛才說 才會說跟炒牌合作 而且日本人超愛是台灣人換肉飯跟滷肉飯 對 他蠻多店的勒 我跟你講他在日本還有出這個 他在日本有出禮盒 禮盒要賣什麼 裡面有滷肉真空包白米跟一個碗 你跟自己煮滷肉飯 那去日本有沒有大排長龍呢 剛開始開的時候有 啊後面好像現在還好 在日本現在狀態比較像那種 譬如說雞爺家 哦 Sukia那種東西 就是那種吃方便快速的 然後變超... 看起來很乾淨 嗯 我覺得好吃耶 而且好乾淨喔 店面也蠻乾淨的 以前都說貴啦 但我覺得蠻好吃的 個人是蠻喜歡的 胡椒這樣 我想說如果他今天不是 連鎖店 是隨便在路邊的一家磨加滷肉飯的話 我們就會去拍啊 就變成台中小吃 那連鎖店好像就沒那麼了不起 你就不會特別去拍這個 為什麼大家可以接受 蓋飯130 不能接受乳酪飯50 因為乳酪飯本身就是 路邊攤的食物啦 就別人賣便宜 你也不能賣貴 路邊的路邊攤 他可能是一個鐵皮屋什麼的啊 那胡椒張他如果有冷氣 人家的那個既定印象 就會覺得 乳酪飯一定要便宜 然後做不了高級 對 不行我們要跳脫好不好 這也是一個台灣之光 好啦 胡椒張加油 希望你有一天可以套上 巴黎時裝中 想知道他乳酪飯賣多少錢嗎 很多在日本啦 可以猜的 可以猜日幣嗎 日幣550 300 420塊日幣 105 東販750 你看台灣之光去日本可以賣那麼貴 你喜歡什麼洞 姐妹洞 我比較喜歡姐妹洞 好啦 胡椒張加油 胡椒張加油 下一個下一個 春水糖 日本人很愛耶 他是珍珠奶茶第一個 欸欸欸欸 跟漢林告來告去啦 然後後來法官判了一個蠻有趣的 是不能夠註冊專利的 配方你可以去改良 對把粉圓丟進去奶茶這件事情 我相信應該所有人都想得到 這個日本 我日本朋友去日本玩啊 等我去喝 日本朋友去日本玩 不是 台灣沒有一個 戴觀山的店 好扯喔 排爆 好猛喔 嗨 從小就知道戴觀山這個地方嗎 收接人跟紅被人被偷拍的 他在日本快20家耶 然後每家都是裝潢很漂亮的 那餐年比台灣多好多喔 他滷肉飯多少錢你們猜 絕對比胡鬚這樣貴 我覺得700 八百五十塊日底 太貴了吧 單純的滷肉飯而已嗎 有一顆蛋 上面一枚青江菜 就是黯然銷魂飯的概念 春水糖厲害耶 春水糖開那麼多家 比日出的茶味更濃 他們有可能是有自己的茶妝耶 喂 在那邊 春水糖滷肉飯賣到台幣200塊可以啊 那感覺就是 台灣之光了 好像人在買 我都買了 會不會在日本也跟台灣一樣 很多保險業務約出水團 有可能 感覺他們都是網美的耶 他們網美就這樣拍照 車真的都這樣拍 到底何必咧 好啦 下一家 好 OK 濟光香香雞 那我期待已久 滿開心的 我覺得他以前出機來講算貴的 對 濟光真的很有他自己的香味 一聞就是濟光 一聞 欸還沒講他多厲害耶 你們就吃了 濟光香香雞開去哪裡呢 日本啊 美國 又是日本又是美國 麻雀呀 他曾經有一度好像有點想要做轉型 嗯 用那個複合式經驗 輪內作曲 很快就消失了 然後他現在開到馬來西亞 越南 菲律賓 然後加拿大 溫哥華的店 也是滿時尚的啦 其實跟台灣差不多 以前我小時候真的超愛吃他的耶 不只是台灣之光 也是我們台中之光 蛤 濟光香香雞是台中 對啊 KLG也是台中 對啊 烘老爹也是台中 看台中炸物那麼有 所以台中主題應該變怎樣 都是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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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台中啊 好厲害啊 以前在一中街超常買 看店的時候 還有看拌球 那個時候還沒有店面 在路邊攤 後面是飲料店啊 然後他好像是一中街最早 會帶那種 那個透明口罩的店 微笑口罩 他優優也滿好吃的 好 下一家 85度七 我真的不想 以為你在摸什麼 塞奶跑進來 在家也拍超亂的 兩米又又兩米塞奶 你看你看 又又進來了 85度七又什麼豐功惟業 超多的 我真的要美 他瘋狂的元素 85度七冷多到瘋掉 很扯 反正85度七在加州搞得風生水起的 也算是台灣之光 他在台灣好像也還好對不對 台灣沒有排隊過啊 台灣也都是那種業務店啊 就是也會在那邊喝茶 就像有一代店二代店 甚至三代店 他們開始來做一些改變 你知道最新的店是可以吃麵的 複合式 本來是蛋糕烘焙 然後現在可能會多一些 不同的東西 下一個 本日的最後一個 台中民廠特輯有拍過 紅綠珍 這自由店是不是 對 大家跟我說自由店的比較好吃 我特別去了自由店的 不行 我跟你一半 我不想跟你一半 我想跟小平以後沒有沒有 你不要這樣啦 你知道他第一次看到我 是怎樣的反應嗎 他第一次來我家對不對 以後就跑出來了 阿杰 這個人沒有頭髮耶 超大聲喔 大家發現了什麼 新大陸一樣 他有什麼風光偉業 他那時候在香港 一度造成一個超大轟動 然後很多香港人 代購15年的時候吧 2015年 就有代理了 然後開了一家店 然後大排長龍 半天就賣了1600個 然後售價是台灣的七倍 他發現他可以吃了 他發現他可以吃了 給他用資料吃啦 然後還有人因為網購 紅綠珍被詐騙 好大 聽說韓國也有開 韓國也有 是嗎 韓國有 然後剛開的時候也是大排長龍 你結束喔 反正今天吃好多 台灣激光 有沒有重新讓你覺得 特別經驗的 日出 日出淘汰 因為心裡顯赫 所以喝起來特別好吃 你是第一次 我覺得KLG 我喜歡紅綠珍啦 但是我從小到大 我媽會一直買回來的東西 是我的話 胡鬚章 只要任何台北人 跟我講到胡鬚章 幾乎沒有人友好話 然後 直到最近才有一個人 跟我講說胡鬚章很好吃 一方面是 我覺得 在我自己的心裡面的話 我覺得 如果拉麵可以來台灣 那我覺得我們滷肉飯去日本 去韓國 都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就是今天拉麵可以賣兩百塊 我覺得有一天 滷肉飯可以變蓋飯賣兩百塊 我覺得也很棒 對 不要覺得人家在框你或什麼 他可能賣日本觀光客 那很好啊 也很好 但其實講到他沒有到很貴 沒有到很貴啊 說真的 那我們今天不要光吃漢堡嗎 要想像說不定有一天滷肉飯 也可以做到像這樣 那是不是 台灣文化輸出也很厲害 也不要小看自己台灣本土的產業 有些東西輸出國外其實也是大白產吧 上倫敦時尚抽 真的很扯耶 喜歡台灣越來越好囉 對 中修熱情就發現這件事情 就台灣其實做糕點很厲害 我們是期待說 它有三百塊的價值的時候 台灣的整體價值也提升 我們就可以月薪 十五萬 不是有那個大麥克指數嗎 工作多少時數 買到可以買得起 買到一大麥克 對啊 我們改天滷肉指數 台灣可以讓那個滷肉飯指數的分數很高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啦 再見 拜拜 拜拜 我真的很希望像我說 欸我這碗麵裡面有頭髮 你確定那個頭髮是廚房裡面的嗎 呵呵